摆在你面前的不睡的垃圾 这是我的过去 从日本回来已经一个月了 整个这家无所事事 我妈看不下去了就 你看看你的房间 东西都是都是 都不要了是吧 都不要我给你丢了 你别急咯 你先当去搞啦 从在抽屉深处的一个造型奇特的U盘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一写的街套叫大银仔 不知道哪天就消失了 再也没有看见过它 一个失而复得的U盘 之后让人好奇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里面最近的文件日期是2017年 足足6年之久 这里有我高一席的托福作文 上课发表用的PPT 在这个U盘里面找到最早的一个文件来自于2013年 这应该是我小学电脑科上做的PPT 当时好像是在玩狂野标车吧 就得这些汽车感兴趣了 原来这个就是我新刹车王的起点 看到这些资料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有意思的就是你总能在这些老物件上 找到过去与当下的联系 但是光靠这一个U盘 已经完全无法满足我想了解自己过去的好奇心了 于是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在家里的角落 到处寻找这些自己过去的痕迹 比起文字 影像更加直观 这些是我上大学前用过的电子产品 每一个都承载着一段回忆 这部iPhone SE可以说是陪伴了我整个高中时代 记得那时候是不让戴手机的 但是这些规矩根本拦不住好吧 然后这张是我高一的时候住的寝室 当天我就预感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进入这个地方 然后临走前就拍下来的这些照片 这有木吉 哇 Vansom 哇 凶贵乐队可爱心 香蕉军也在 还有比利海林顿 王都走了五年了 感觉他出事故的时候仿佛还在昨天 一眨眼五年 时间是真的快 这张是我拍的教室 然后这次春假回国 时隔六年又一次踏进了这间教室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摄影水平还是提高了不少的 在这个之中最老的是这个Apple Touch第四代 从小学六年级我就一直偷偷带着它直到初中毕业 乘风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还能不能开机 这声音好熟悉 我看这个系统永远停留在了 哇 这我初中时听的歌都还在的 哇 天呐 看看相册 看看发到网上去会不会被同学消化啊 好 这是我的声音吗 这个好家伙 看看发到网上会不会被同学笑话 我现在要不要发 如果发了就是完成一个时间跨度长达十年的承诺 哇 哇 这里 这是我十年前拍的照片 真的那个暑假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快乐的暑假 当时是有一个瑞士大学生来我家寄宿 我家那时候算寄宿家庭吧 就报了一个活动 然后一个暑假就一起跟他去好的地方玩 然后他就睡下谱 我睡上谱这个双原床 不知道十年过去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再试着跟他联系一下 十年过去我到了他的年纪 他从大学生变成了爸爸 时间是真快 而再往前的影像资料我已经找不到了 因为这台iPod可以说是我拍摄的启蒙老师 我只能寄希望于别的信息载体 这是一张来自于2004年的报纸 天哪 伊拉克战争还是 不知道这个报纸保存到现在有什么生意呢 哇 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报纸能被保存到现在了 因为 只见有我在报纸上面 牛逼了 金色六衣优秀少年才艺龙肤马 天哪 保存了这么多年的报纸 还有这些是什么 这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画 其中唯一个我能看懂的就是这一张 记得那时候家里面还没有车 家旁边就是巴士始发站 去市中心都是坐115路巴士 自从上了小学家里买车了 坐115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直到10年搬家 115路就这样慢慢消失在了我记忆深处 几天前我妈看到我在翻家里的老东西 然后她就拿了这个硬盘给我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硬盘 完全不知道里面都存了些什么 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按照时间顺序 记录了从2002年到2023年 所有的影像资料 我花了一个小时 一个个回看了这些照片和视频 仿佛重新过了一遍自己的人生 这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玩具 天哪 积木 那个卡车都在 哇 自从搬家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些玩具了 估计是我爸妈前站地方都扔掉了 这些玩具就这样和我的童年一起成为了过去 没想到今天还能再次见到他们 真的是苦乐餐饭 哇 那个人是我爸的 他那时候头发居然那么茂盛 好年轻啊 哇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年轻的父母就在我眼前慢慢消失 我似乎忘了他们是年轻过的 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改变着我熟知的一切 只有再度看到这些影像 才能互换起那些沉睡已久的记忆 在这么多照片中 唯独缺失了初中时我的照片 那时我正值叛逆期 非常抗拒镜头 唯一一张照片是中考前夕 我复习时妈妈在背后偷偷拍的 现在就感觉很后悔 为什么当时没有多留下一些东西 最又感谢我妈这么多年 一直在整理这些影像资料 如果这些影像资料没了的话 我是真的会完全失去 这些自己童年时候的记忆 如果不去记录的话 过去多么美好的回忆 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敲散 记录当下片刻的美好 之后都能无限次的回看 人生注定是会不断遗忘的 这些视频片段就是构成过去的 自己的一片片拼图 无论时间过得有多快 无论我们会变得有多老 记性多差 只要这些片段还在 我们就能拼出自己人生的拼图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提醒我铭记过去 并且激励各位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虽然这些自己的日常 现在还没什么意思 甚至在陌生人眼中一文不值 但是如果能把这些影像资料整理起来 多年后再度回看 肯定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只属于你和你的家人 朋友珍贵的回忆